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长宁和郎平爱将姚迪两人 这也是中国女排目前集训的16人名单 随着张长宁的回归 中国女排的最强组合朱元璋也是在本年度首次合体 此前张长宁因为身体不适做了手术 休养了三个月 现在正式回归 张长宁的回归是为了备战9月份举行的世锦赛 这项赛事是女排本年度最重要的赛事 在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队是以练兵为目的 成绩并不太过在乎 而四年一度的世锦赛则不一样 作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女排 此次参加世锦赛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夺取最终的冠军 在此 也是希望中国女排 大家都能够保持健康 力争取得好成绩 加油 女排